CYC 对 但是举个例子 好 这一题 这一题没有在问题里面 但是是早上店长的妈妈问我的 对 你看 店长妈妈不看直播 叫他儿子来问我 你妈妈早上问我 试店怎么样 对 因为他还想出了 对 想出就出啊 为什么还要来问我 因为他看到今天怎样 试电跌2%他会怕是不是 同学来哦 大忌哦 今天我虽然没有直播 可是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老板今天重电休息了 怎么办是不是要回答 这一题我自问自答 因为你妈咪也是这样问我 好跟大家讲 试电今天跌了2%多 很多吗 我换个例子 我换问店长 我说你去问你妈咪 过去他赔20% 30%的股票多不多 超多 啊有没有出 没有 对不对 这些股票在过程中 有没有赚到10%过 有超过 有超过还是比较少 都有啊 都有 所以都赚超过10% 然后又跌到20%30% 对 那你觉得这盈亏比对吗 就是 不报就是本多宗盛 不到 都是想要抖本多宗盛哦 对 但是其实我要讲的是 他明哲妈妈店长算是好的 很多人他是怎么样 他是从买了之后就开始跌了 嗯 就像我们7、8月的AI 对不对 好 你跌30%的时候 你都不来问要不要出 嗯 对不对 过程中你还没有获利在手上哦 你都不怕了哦 啊现在你已经市店有30-40%的获利在手上哦 对 跌2% 人性在害怕 嗯 你对你头怎么跌那么大力 你很认同哦 很认同 你很认同哦 因为我也觉得很陡 对不对 你们没有赚没有赔 跌30%的时候 你都没有关系哦 对 不会来问我要不要出哦 啊已经很便宜了啦 对不对 啊现在涨了30% 跌2%会问我 我好紧张要不要出 对 啊我市店 我亚利 我市市在赚30%的时候 都有叫大家先出一次 对 那我说你剩下的部分 就算把30%完全跌回去哦 嗯 同学你把30%剩下跌回去 跌回到原点哦 你这笔单还是赚钱哦 对 你整笔单看起来都还是赚钱的 你会怕 然后呢 你有一笔单赔30%了 你不怕 哦 难怪米士也要把30%出一次 50%再出 对我就是这样子先带你们嘛 因为我算算过完 剩下的部位就算把30%跌完 把50%跌完你都不会输 我原本那鞋就赚了 你原本那鞋就赚了 这个都比你们过去要好很多了 嗯 对你们过去有一些 连30%都没达到 50%都没达到 最后呢 都是负30%放在那边 对 对 一套20年中纲 对 哈哈哈哈 你不要讲八卦 因为还在手上 还在手上 说字还要出 好 好 好 你看 那中纲就是了 20块到40块 他说这个配股配息 一定会 这辈子会配得回来 他要用这辈子去换10% 他用这辈子换30% 我们重点12月就30%了 对不对 他要用一辈子去换38 他重点是10天 10天 好好好 所以同学 这个比例 我们就借明哲马咪的比例 来想一下 这个思考逻辑到底对还是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这些问题了 吧 感谢观看